今年的黑马电视剧 我说扫黑风暴排第二 没人敢排第一吧 白夜追凶的导演亮剑的编剧 再加上孙宏雷亲自选的主演阵容 这剧豆瓣一开分走值标8.0 14年前 麦自立被害埋在村里 知情的警官被栽赃沉浆 14年后 麦自立的老婆死在都岛祖来的路上 紧接着知情人是一个接一个的离妻子王 灭门栽赃强奸 官商勾结 看了扫黑风暴之后 我的感受就俩死 细思极恐 后背发凉 此行复活无恶不作的孙兴 包庇孙兴千海少女的胡所长 在菜市场里称霸的杨东 他们如果算恶 那么最终的大鱼高明远 就没有形容词可以形容他了 表面上投资集团的老总 实际上却是绿藤的地下部长 前脚还在和董耀聊天品茶 停车就拿铲子准备活埋堂 满脸笑容的和陈建波聊天 转眼炸弹就绑在陈建波身上 准备炸死他 不得不说 王志飞老师的演技简直绝了 他一个眼神都让我瑟瑟发抖 但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 剧中 高明远这样的恶魔 竟然活生生的存在我们的身边 他就是长沙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文烈宏 文烈宏因为是家中的老三 所以大多人不直接叫他的名 而是叫他文三牙子 一开始的三牙子也只是个普通的打工人 当过卖鱼小贩 后来通过包工小赚了一笔 人有钱就喜欢就玩两把 三牙子当然也不例外 不过他投机取巧 上手的速度很快 出老千得来的钱 比他自己包工赚的多得多 慢慢的三牙子就抛去了老本行 专门在赌场混迹 这之后的二十年间 三牙子开启了赌场 成立了公司 混得越来越大 从当初的三牙子 慢慢变成了别人口中的文三爷 而在这之后 他的组织就形成了金字塔 如同扫黑风暴中高明远一样 站在顶端是高明远 下面的小弟是骨干 女儿文雅 就是剧中的郑义红一样 因为从小就聪明 所以成了自己亲爹的管家 包揽了整个公司 所有资金相关的事宜 而三牙子除了经营赌场之外 最主要的金钱来源 就是放高利贷 和剧中的孙兴所经营的美利贷一样 落入整个循环贷的圈套中 让人永远都还不完 当初借那一点钱 甚至利息会百倍千倍的往上翻滚 三牙子最巅峰期 一张银行卡的流水 就有六七十亿 那么这样一个长沙人 谈之色变的存在 又是怎么被拉散马的呢 这还要多亏了 他的好兄弟 剧中有个陈建波 现实中有个张建波 同样都是建波 结局却不一样 剧中建波吃火锅 现实中的张某痴迷玩两把 三牙子就抓住了张某的这个恶习 一开始称兄道弟的 和张某做朋友 慢慢的让他成为了自己公司的大客户 前前后后张某借了三牙子三个亿 但是他连本待息 还了十八个亿之后 三牙子却说 张某依旧欠他四个多亿 最后张某公司的一千七百套商铺 以及房产 全部被三牙子通过虚假诉讼查封 据为己有 在三牙子这里曾经的好兄弟 就成了他的提款机 实在忍无可忍的张某 向有关部门控告 但最后却无济于事 甚至还因此得罪了三牙子 为了给自己的好兄弟一个教训 三牙子前后给了打手七百八十万 让他好好照顾自己这个兄弟 不要搞出人命 比如砍断手脚啥的就不错 和剧中老宁一样 打手拿了钱 追砍了张某两次 但因为三牙子对最后结果不满意 又进行了第三次的报复 也就是这第三次 打手意外被群众制服 老宁被抓之后 张某自然接受了调查 加上他之前的举报 三牙子的案子逐渐明朗起来 经过调查后发现 这种事对于三牙子来说 简直是冰山一角 剧中 李承阳的师父林汉 被人在车上放几十万现金 推下江的剧情 三牙子也都做过 他为了抹除自己的犯罪行为 让小弟把钱放在了受害人的车上 故意转移视线 用来诬陷他人 除掉一个人在他面前 就跟你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我永远记得高明远在剧中 对贺云轻描淡写 说的那一句 慌什么 还和以前一样解决不就行了 就让人毛骨悚然 永远不知道被欲望操纵的人 心有多可怕 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吗 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 早黑风暴在尺度上 其实还是挺用心的 既让我们见识到 人间恶魔的行径 同时剧情又比 现实中温和不少 如果真就一比一的 按照真实事件去拍 怕是连过闪都过不去啊 不过好在他们这些人 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三牙子已经保护了 他几十年的保护伞 判刑的判刑 罚款的罚款 后半辈子都要在监狱中忏悔 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太多了 在此emy间 现在我们要解决